大家好,我是凡华。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个人认为刘仲敬先生论述中国和东亚近代史中最精彩的一篇文章。 该文章从清末日本泛亚主义星期开始,一直梳理到二战后的世界格局, 把包括台湾在内的中文近代史学圈刻意回避的内容做了一次全面的补完, 最大限度地给读者呈现了一张完整的中国近代史画卷, 解开了许多国共两党编转的近代史中大量不符合逻辑和极其突兀的难解之处, 非常值得细心品味。 以下为正文内容。 要讲中国近代史,就不能不提大亚洲主义或者泛亚主义的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对于近代远东的历史是非常关键,而且通常被忽略的一张。 忽略的方式是为了人为的构建历史体系的缘故, 把整个东亚近代史切成了几段, 然后又把前后几段之间的逻辑联系和历史联系基本上切断了的结果。 泛亚主义首先产生的时候, 与其说它是一个纯粹的日本的现象, 不如说它实际上是以日本为主, 大清、朝鲜和越南士大夫都参加过的一个集体现象。 它是欧洲势力渗入远东的一个自然现象。 最初的泛亚主义者主要是日本的汉学家。 他们首先宣导泛亚主义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就是说欧洲人的强势进入远东, 大清也好,日本也好,朝鲜,越南也好, 都是处在巨大的压力之下, 面临着救亡图存的压力。 最好的办法就是, 这些在文化上天然比较相近的亚洲国家能够团结起来, 构成强大的联盟, 足以抵抗欧洲人的势力。 泛亚主义最初的代表, 像圣海州这些人, 开始提出他自己的观点的时候, 德川幕府还没有倒台。 圣海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角色, 他本人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狂士。 在幕府当官的时候, 幕府的大佬问他说, 你对日本和西洋各国有什么看法? 他说,日本和西洋我都看过, 其实全人类大体上来讲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有一点, 我觉得是日本和西洋不同, 比如在西洋能够占到人上人那个地位的角色, 一般来说都有些过人的长处, 但是在日本嘛, 我看就不见得是这样。 那位幕府大佬听了以后勃然大怒, 说,你这个年轻人太傲慢了, 怎么能把这样的话都说出来? 这是他在年轻时候的做法。 他当时提出的计划就是, 东亚的主要希望就寄托在大清和日本这两国上面, 因为亚洲的大多数国家在欧洲扩张的过程中间已经倒下来了, 现在这两国最重要的办法就是, 要赶紧新办教育, 开辟立员, 尤其是要发展海军, 等两国的海军势力强大以后, 然后结成可靠的联盟, 才能对抗欧洲人的势力。 他一直到甲午战争爆发的前期仍然坚持这种说法。 后来日本因朝鲜问题跟清朝关系恶化以后, 他是极少数坚持日清两国应该友好, 不应该打仗的人士。 之所以坚持这个逻辑,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东洋在世界上是处在弱势, 比较低劣, 比较危险的形势上。 在这种情况下, 日清两国特别有必要团结起来, 不能搞兄弟之争。 如果搞起兄弟之争来, 那么就更加没有什么希望了。 不仅圣海州是这样的想法, 后来一位大家都知道的, 最著名的人物, 就是托亚入欧这种理论的创始人, 著名的福泽玉吉。 他的肖像现在还印在日本纸币上, 其实一般人不大注意。 福泽玉吉在年轻的时候, 刚出道的时候, 他也是日清提携和大亚洲协和主义的积极宣导者。 他鼓吹这些东西, 一直鼓吹到李鸿章搞天津条约的那个时代。 开始的时候他是非常天真, 或者纯洁地要求东洋人联系起来, 中日韩三国团结起来的。 但是一直到了中日两国, 在为了朝鲜问题上搞得一塌糊涂。 最后在天津条约的时候, 伊藤博文跟李鸿章谈判时, 遭到李鸿章严重的侮辱。 日本举国鼎沸以后, 他才带着一种近乎赌气的态度, 写了那篇著名的托亚入欧的文章。 在那篇文章中间, 他把大清称为是恶林。 他说日本以后要脱胎换骨的话, 不能对这种恶林抱有什么希望, 我们老老实实去学欧洲人吧, 不跟他们合伙。 现在的人一般是纯粹从文本方面来理解, 觉得这是日本明智维新的先生, 日本近代化的先生。 其实对福泽本人当时来说的话, 因为当时他写那篇文章的时候, 他其实还不是国父和重要人物, 只是众多违新派知识分子当中的一员。 你得从当时的语义上理解。 他当时也是基于爱国之情, 觉得是日本人被李鸿章严重地侮辱了, 我们是一番好意地要跟你们联合, 结果没想到大清完全不把我们放在眼里面, 这么欺负我们, 算了, 我们不跟你玩了, 我们自己去玩了。 其实他当时就是这种心理, 托亚入欧的理论是从这种心理上产生出来的。 有好多在明智初年一派天真的主张, 泛亚主义的人, 到后来都转向了。 他只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 但是不是最后一个。 有很多重要的人物, 比如说像贵太郎这些人, 他一开始出道的时候, 也是中日提携泛亚主义的口号喊得很响的, 但最后都转向了。 这个是由很复杂的原因, 基本上是形势比人强的缘故。 也就是说, 你谈论泛亚主义是抽象谈论, 但是一旦涉及到具体的冲突的问题上, 你就很容易坚持不住你最初的理想。 上海州是一个例外, 但他不是多数派。 甲午战争是一个重要的关口。 最初,甲午战争以前, 明智维新的时候, 宣导中日联合的好多人, 在这个关口上都坚持不住, 最后大多成为国粹主义者了。 泛亚主义者最早期是三个组织, 新亚社、镇亚社和悬崖社。 这三个组织开始的时候都是非常国际主义的, 或者说他们是东洋人的组织, 而不是纯粹日本人的组织。 他参与的人中间, 有很多都是大清方面的要员, 朝廷的官员和民间的知识分子都有。 大清派驻日本的最早两位公使, 包括何如章, 包括后来写日本国制的黄尊县都参加过他们的组织。 再往后, 康有为和梁启超是他们的成员, 孙中山和宋教人也是他们的成员。 他们出版的杂志, 官方语言是汉语。 当时日本的上层人物和知识分子会汉语是一个普遍现象。 再加上泛亚主义的正统意识形态就是振兴大东亚, 把大东亚从白人的统治之下解救出来, 所以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极其正常的现象。 大清在这方面的反应可以分为两种层面。 对于日本交涉比较密切的那一批人, 对这一方面的反应是相当积极的, 包括像是北洋水师的提督丁汝昌, 公使何如章这些人, 都是积极回应这方面的态度的。 在著名的1886年长崎港水兵事件中, 当时的两国之所以没有打起来, 跟丁汝昌当时抱有这种想法是有点关系的。 当时的海军将领的权力比现在要大得多, 因为通讯之类的不大零变。 当时在海外的外交人员和将领之间,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的权力要大得多。 像当时那种情况, 北洋舰队的水兵已经在长期跟日本援警打起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 他作为舰队司令, 是有一定的变异形势的权力的。 也就是说, 如果他认为是敌意很强的话, 他真的可以升起军旗, 就地跟你打一仗的。 但他没有这么做。 理由是怎么说呢? 因为中日提携, 中日之间应该友好, 结成一个联盟。 最后双方是讲和, 相互赔款了事。 最后讲和的酒会上, 丁武昌还兴致勃勃地向他的日本客人说, 我们大家都是东洋人, 打来打去不好, 我们还是团结起来, 将来建立中日联合舰队, 可以不要让欧洲人欺负我们。 日本东道主对这一点表示非常赞赏。 这是大清方面比较对日友好的这一方面的看法。 但另一方面, 日本志士真的到北京和其他方面游说, 包括像是增根郡虎, 圣海州这些人都做过这些事情, 跑到北京来, 希望北京的朝廷能够像日本一样改革, 建立西方化的政体和军队, 共同对抗西方的时候, 北京朝廷的做法基本上是麻木不仁的。 这跟李鸿章幕府的做法是不一样的。 像王涛他们东游的时候就会发现, 李鸿章幕府的人, 地方都府那些洋务派总督手下的幕僚, 跟日本那些志士是玩得很好的, 经常交换思想, 他们都是违心派。 但是, 北京朝廷那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去游说北京朝廷这些人, 基本上最后的结果都是接二连三地碰钉子, 灰溜溜地回去了。 朝廷不是说是要反对你, 而是说他对你根本就是不理不睬。 其实这一点不是很偶然的, 李鸿章手下的幕僚, 甚至李鸿章本人在朝廷游说的时候, 其实也是经常受这样的待遇的。 从朝廷的角度来看, 这些乱七八糟的吹牛家也用不着反对, 就是说只要是不理他就行了。 有很多日本的泛亚主义者 在最初开始进入政坛的时候, 是抱着理想主义态度, 在各国之间来回游历的, 但是最后在北京碰了钉子以后, 感觉大清实在是无药可救了, 日本只能自己单干, 这个原因也是双方面的。 对大清方面抱有好感那些人, 一般来说不是跟朝廷打交道的人, 而是跟李鸿章打交道, 或者是跟江南这些总督打交道。 他们跟这些人打交道的时候, 还觉得这些总督府的人搞改革开放, 还算是比较有指望的。 但是跟朝廷打交道那些人, 很快就对大清整个绝望了。 后来到甲午战争前夜, 你看早期泛亚主义的分化, 就可以看出这个背景来。 走南方路线, 或者是走总督府路线的这批人, 对大清还抱有一定的幻想, 但是走朝廷路线这一批人, 最后都变成坚定的反清反华分子, 觉得不打倒大清, 什么事都没法说了。 甲午战争是一场很奇特的战争。 日本人的宣传部门, 好像怀有一种统战的心理, 就是说他们只反清, 不反中国, 号召十八省的议事, 把满洲朝廷打倒, 然后我们团结起来, 共同搞维新变法, 好像他们是专门来搞革命似的。 但是这个宣传不是完全落空的, 后来孙中山他们其实干的, 也差不多就是这种事情。 只不过这是在甲午战争的时候, 刚刚萌芽一点, 后来才真正地被为大官。 甲午战争这个关口过了以后, 泛亚主义的团体就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分化, 也就是说, 以后你很少看见朝廷一级的官员, 像是何如章或者是李鸿章手下的大员一样, 理直气壮地捐五百两银子, 加入新亚社或者镇亚社, 然后跟日本士大夫一起吟诗作父这样的情况了。 等于是说, 甲午战争以后, 朝廷上层, 至少北京这一块来说, 跟日本算是结了仇了, 以后你再参加日本的活动, 就显得政治上不正确了。 但是民间还是这样的, 康有为和梁启超一到日本, 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参加那天梁平和曾根郡虎他们的活动。 对于日本来说的话, 甲午战争则是日本面临选择的一个重要的机会。 在甲午战争以前, 日本违心制势, 谁是当权派, 谁是在野派, 还处在一个混沌状态中, 在甲午战争以后, 它就要面临着一个升级的问题了, 因为它是胜利者。 在甲午战争以前, 大英帝国和欧洲国家眼里面根本就没有日本, 只有大清。 对于他们来说, 东亚就是大清, 其他国家差不多都是微不足道, 鸡铃狗碎的。 甲午战争以后, 日本就有渐渐地升格为东亚主要国家的希望了。 然后日本就需要有一个外交政策的选择问题。 泛亚主义意味着一种外交政策, 就是说, 日本要当东亚的领头羊, 出来率领被压迫的东亚人民, 搞违心变法, 最后推翻欧洲人的统治。 泛亚主义的基本理论是什么呢? 就是, 它是双重的, 它认为西方的东西只有工具性的价值, 东方的精神文明毕竟还是最好的。 虽然我们现在迫于形式, 必须接受西方的技术, 而且接受得越彻底越好, 但是这个目的, 不是说我们以后要变成西方人, 我们还是东方人, 要利用西方的技术, 使东方强大起来以后, 最终用东方先进的精神文明去感召他们, 最重要的是, 用他们的术语来说, 叫做用王道政治的精髓去改变世界。 也就是说, 他们最核心的价值观, 仍然是有一定儒家色彩, 或者说是有一定华夏色彩的东西。 这个在近代以前的东亚并不奇怪, 因为华夏文化, 或者说是儒家价值观, 本质上是一种非常国际主义的东西, 它不是完全属于明清世代夫的。 像朝鲜他, 就自己说他是小中华, 他比清朝更正统一些, 因为清朝是蛮夷, 而他比清朝更忠实地遵循了孔子的教导。 而日本的国学家则说, 日本人在道德性这方面, 比大清还要强一些, 虽然大清原来是孔孟的故乡, 但是即使是孔孟率领军队打日本, 他们也要反抗孔孟的, 因为日本人的道德还是比你们要强。 而华夏主义, 或者说是孔孟之道归根结底, 是国际主义的东西, 是不看你是哪一国人的。 这个精神在二战以前的日本仍然是相当根深蒂固的, 也就是说日本明智维新以后学习西方, 但它的精神结构中间, 它的内核部分还是没有改过去。 所以泛亚主义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野, 都还有一定相当强大的基础。 但是现实政治是另外一回事。 泛亚主义那种意识形态, 就等于是在说, 我们将来自强以后, 解放东亚, 反抗西方, 这个是没有固定时间限制的, 也许是十年以后, 也许是一百年以后, 也许是五百年以后, 谁知道呢? 但是现在, 在甲午战争以后, 它就面临着一个外交选择的问题, 也就是说, 日本将来的外交是怎么走, 我们怎样利用现有的资源。 如果走泛亚主义道路, 那岂不是说是日本要团结, 要改造朝鲜和大清, 建立一个东亚联盟来反抗西方吗? 这个道路, 在现实政治角度上讲是不好走的。 一方面, 这个是要引起西方国家的猜忌, 因为西方国家对日本也不是完全信任的。 直到庚子之乱的时候, 英国人要求日本人出兵, 因为英国在远东的军队不太多, 他希望日本人加入联军, 到北京去维持秩序。 但是, 同一个时候, 英国人也害怕日本说不定会跟大清结成联盟, 共同反对西方。 因为义和团用的口号就是, 杀尽西方人, 基本上是黄种人对白种人的判断。 而日本人再怎么说他也是黄种人, 所以英国人还对他不是很放心, 他担心日清两国会不会结成联盟, 共同反对欧洲人。 直到日本人一下就答应了, 派出大批比英国人多得多的部队到北京, 服从八国联军的共同指挥, 然后英国人才放下心来。 连英国这种跟日本比较友好的国家都是这样, 你也就可以看出, 当时欧洲列强对日本其实也不是完全放心的。 如果日本真的在甲午战争以后就打起大东亚团结起来, 反抗欧洲的旗号, 那很可能使日本自身遭到毁灭。 另一方面, 你要团结东亚来反对西方, 也要看你能不能团结得住, 朝鲜和大清肯不肯听你团结。 首先大清第一个就不答应, 他一下子继承了大明江山, 觉得他自己才是东亚的老大, 如果让日本人出来当老大的话, 他要气死。 同时刚刚被甲午战争打败了以后, 正处在气不打一处来的情况下, 他是怎么也不肯回应的。 朝鲜呢, 朝鲜处在内战状态中, 世大党是坚决要求维持跟大清的传统关系, 他们在内政方面也是保守派, 不主张改革的, 而开化党呢, 在内政方面主张改革, 在外交上主张连接美日, 但是在政治上也没有完全占到上风。 朝鲜内部的政策上的争论, 跟外交上亲日, 还是倾向大清的外交政策是连在一起的。 改革派同时也是亲日派, 保守派同时也是亲华派, 如果这时候的大清也能算华的话。 所以一方面, 日本带不动大清和朝鲜, 另一方面, 日本如果深度干涉大清或者朝鲜, 强迫它进行改革的话, 还很可能引起其他国家的干涉, 特别是俄国的干涉。 像日本在朝鲜支持开化党的活动, 就引起了朝鲜王室和敏非家族向俄罗斯帝国求援。 同时, 日本在大清朝廷内部支持康有为, 两起超的做法, 也引起了比较保守的派谍, 提出大清应该依靠俄罗斯的保护, 来抵抗英国和日本的干涉这种学说, 也就是把内政和外交给绞在一起了。 这种情况下, 你想带动它改革是很难的。 如果是联合大清和朝鲜的路走不通, 另外还有两条路可以选择, 远东的另外两个强国就是大英帝国和俄罗斯。 于是, 甲午战争后, 日本现实主义外交分为三派, 中日提携派, 这其实就是明治时期泛亚主义的一个自然延伸, 但是在现实政治角度来讲, 这一招其实是最不明智的。 另外一条呢, 就是日俄协调论。 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就是著名的伊藤博文。 他的意思就是, 欧洲国家是从海上来的, 他关心的主要是贸易利益, 也就是说, 他对东亚大陆没有实质性干涉的欲望, 他只想做点生意赚点钱就行了, 你如果把希望放在这些商人的身上是不靠谱的, 他们赚了钱就走人, 他们不会做长久的干涉。 但是俄罗斯是陆上的国家, 而且俄罗斯是半个亚洲国家, 他在亚洲的活动是扎扎实实的, 他在亚洲要占领领土, 要做长期经营, 所以日本在亚洲大陆的真正对手不是大英帝国或者是欧洲国家, 而是俄罗斯。 而日本的实际国力跟俄罗斯来说还是不相称的。 日本虽然打了大仗, 但是俄罗斯是大国, 日本是小国, 所以日本还是要和俄罗斯搞好关系。 搞好关系的重要之处就在于要瓜分利益,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 伊藤博文就提出满含互换论, 也就是说, 日俄两国友好, 分势力范围, 把大陆方面, 鸭绿江以北的满洲交给俄国, 但是俄国方面要承认朝鲜归日本。 双方划分势力范围, 这样就不起冲突了, 日本不要去得罪俄国。 这条路线的主要障碍不在日本方面, 而在俄罗斯方面。 因为俄罗斯跟大清一样, 它对19世纪末期的日本是非常低估的, 而且它也有种族主义倾向, 在它看来, 黄种人都是不行的, 我毕竟是白种人, 日本人也是黄种人, 又是小国, 连大清这样的大国对俄罗斯都是奴言蔽息的, 日本一个小国算什么? 它的意思就是说, 尽管你愿意把满洲让出来, 我还不能满足, 满洲是俄国的, 这一点是没问题的, 但是你根本没有资格提这一点, 因为我完全有能力把满洲拿下来, 用不着日本人帮忙, 但是朝鲜要由俄国和日本共管, 也就是说, 我的本来就是我的, 你不用再管, 你的也是我的, 我跟你共管。 俄国人采取这种外交是有悠久传统的, 这不是第一次, 也不是最后一次。 实际上, 日俄利益交换论是日本一头热的做法, 日本人拼命地想要跟俄罗斯达成协议, 但是俄罗斯对他爱理不理, 不把他放在眼里。 如果在意河团事件以前, 俄罗斯肯稍作让步, 给日本人一点面子的话, 说不定日本会变成俄罗斯的盟国也未可置。 第三条道路就是山县友鹏和贵太郎提出的英日提携论, 他的理由是, 英国是海上国家, 日本也是海上国家, 天然相似。 大英帝国是全世界的霸主, 日本人如果搭上了大英帝国的顺风车, 这对日本是大有好处的。 第三条道路之所以能够行得通, 一方面是因为英国政府的政策是一个代理人政策, 英国确实是像伊同博文说的那样, 他对占有领土不是很感兴趣, 因为占有领土意味着他必须支付大量的行政费用。 对于大英帝国来说, 最理想的状态不是说搞大片的殖民地, 派自己的军队去占领他, 因为那样的费用是很高的。 对他来说, 最理想的办法就是, 全世界都搞自由贸易, 然后大英帝国不占有大陆上的领土, 而是在各个大陆上面都占有相当于是香港这样的港口, 通过这样的港口对内部, 对各个大陆搞自由贸易。 同时大陆上的各个政权愿意听大英帝国的话, 乖乖地当大英帝国的代理人, 通过这些代理人政权, 各地可以自己管理自己, 自己支付行政费用, 英国人一个钱也不用花, 只要这些国家愿意跟英国搞好关系, 英国是不希望占领他太多领土的。 你想, 英国人占领了香港以后, 他有没有想去继续占领广东呢? 他没有这种想法。 这样做对他是导找钱吃亏的事情, 有香港做贸易, 他能够赚钱就行了。 广东的行政管理费用, 让大清去管就行了。 关键是大清要有一个友好的政权, 这个友好政权要懂得怎样维护自由贸易和私有财产, 大家做好生意, 让大英帝国能够赚钱, 我其实是不贪你领土的。 大英帝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极力扶持李鸿章, 其实主要就是这个原因。 他并不真的想占领大陆领土, 他希望大清建立对英国友好的政权。 后来, 在大清和日本争夺朝鲜的时候, 大英帝国长期支持李鸿章, 原因也就是在于这一点, 他觉得李鸿章是东亚搞改革开放的一个样板人物, 把他扶起来是有好处的。 由李鸿章占领了朝鲜, 俄国人就禁不了朝鲜。 因为当时在朝鲜的居文岛, 俄国是最大的威胁。 俄国在近东地区企图争夺军事坦丁堡附近的海峡, 威胁到英国在苏伊士运河东地中海的势力。 在中亚方面, 灭了布哈拉埃米尔国和浩瀚汉国, 逼近了印度的边境, 使印度的西北变换严重地紧张起来。 这就是所谓的大博弈了, 因为进攻西藏其实主要是为了防止俄国。 在东线, 近泛满洲, 寄予旅旅顺口, 寄予朝鲜南部的居文岛, 企图在远东建立永久性的不动港。 这对大英帝国的远东霸权是一个威胁。 但是大清对大英帝国不是个威胁。 大英帝国很希望大清建立一个缓冲国, 像土耳其帝国一样。 英国人在克里米亚战争的时候和1878年柏林会议的时候, 极力支持土耳其, 不是因为他喜欢穆斯林, 而是因为土耳其的地理位置很好, 他恰好可以堵住俄罗斯南下到地中海这条道路。 而大清在远东的地位恰好也是一模一样。 把大清扶起来了, 俄罗斯就进不了温暖的海域, 大英帝国的海上霸权就可以安全无余, 好好搞自由贸易了。 至于大陆上大清占多少土地, 对英国人来说是无所谓的。 但是大清在甲午战争的时候太不争气, 一下子被日本打垮了。 而且尤其要命的是, 李鸿章签了一个致命的中俄密约, 把吕顺口卖给了俄国人, 使俄国人的势力一下控制了整个满洲。 这样一来, 就等于使大英帝国原先的计划完全打乱了。 大英帝国支持北洋舰队, 就是想让他站在吕顺口和朝鲜, 不让俄国进这些地方。 但是李鸿章为了报复日本, 竟然自己动手把俄国人给请进了东三省。 这让大英帝国非常不高兴。 因此在这个情况下, 他需要另一个代理人, 替他在远东把俄国人打回去。 但他又不愿意自己来, 他亲自占领太多的领土, 对他来说是不经济的。 大清已经不行了, 还能靠谁呢? 显然, 最合适的代理人就是日本。 于是, 双方就出现了一个一拍即合的局面。 日本一方面是在俄国方面碰了钉子, 在朝鲜和大清方面号召不动, 正想要找一个欧洲保护人和领路人, 因为他毕竟是新晋的小国, 对西方那套还不是很清楚, 需要有人教他, 各方面都需要有导师, 而大英帝国毕竟是全世界的最大的霸权国家和领袖国家, 所以英日同盟的签订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对于大英帝国来说, 他等于是给自己找了一个土耳其式的远东代理人, 以后他就等于是把各方面的代理人分配好了。 大英帝国掌握海权, 统治全世界, 土耳其作为他的近东代理人, 堵住俄国南下, 阿富汗王国作为他的中东代理人, 隔断俄国和印度之间的边境, 日本作为他的远东代理人, 把俄国在满洲的势力挡回去。 这样一来, 他就实现了他自从无敌舰队以来一向的目的, 就是绝对不容许欧亚大陆上出现过于强大的陆权国家, 一定要让大陆的各个陆权国家处在相互牵制的状态, 同时海上的权力由大英帝国独霸, 这是英国一贯以来的基本政策。 日本符合他这个基本政策, 于是就充当他的远东代理人。 这就是三次英日联盟建立起来的真正背景。 英日联盟的建成, 对日本内部的宪法结构有巨大的影响, 因为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是处在一个混沌未定的状态, 他以后走哪条路其实跟后发国家差不多, 就是外交会直接影响内政。 如果大清能够扶植得起来, 他走上泛亚主义的道路, 那他等于是有可能搞成一个东亚共同体这样的组织, 把中日韩连起来对抗西方的。 如果他走亲俄的道路, 那么他就会走上一条欧亚主义的道路, 也是变成一个大陆国家的联盟来反对英国的海上势力。 走上英日同盟, 那就是意味着东亚的国际协调体系正式建立了。 日本作为英国的代理人, 他必须按照西欧国家的规范去塑造他内部的宪法结构, 因此日本必须是一个类似英国的君主力限制的国家, 走海军为中心的路线, 在外交上采取追随英国的政策。 在远东首先体现为以英日协调为基础的国际协调, 英国人是很会利用日本的, 这就是说他能够以最小的成本实现他的目的。 英日联盟的实质是什么呢? 就是英国负责制定规范, 而日本负责干活去出力维护这些规范。 英日同盟签订以后, 英国人很少在远东用兵。 在一和团支战的时候, 英国只派了为数极少的一点点英国军官过来, 这些军官在微海卫停留了一下, 招募了一些山东人, 然后带着这些山东人在大孤口登陆, 然后他们说这些山东人就是参加国际维和部队的英国军队了。 实际上英国军队根本就不想打仗, 他依靠的是日本军队。 日本人是下了血本的, 派了几万人, 而且是全国最精锐的部队, 英国人派来的是象征性的, 礼仪性的部队。 但是, 日本人负责执行英国人的政策, 这不是第一次,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也是这样, 英国把海军主力全部撤到北海去, 负责监视德国人把远东空下来, 然后组织一支英日联合舰队去清除德国的太平洋舰队。 名义上叫英日联合舰队, 其实英国人连一艘大军舰都没有, 全都是日本的军舰。 而日本人是把家里面的打狗棒都拿出来了, 全部主力都拿出来追杀德国人。 这个任务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德国的海军是仅次于英国的, 而德国的太平洋舰队比德国的地中海舰队还要大。 英法联军在地中海追缴德国地中海舰队, 结果没有追上, 那支舰队一股脑开到军事坦丁堡去了。 而德国舰队一到军事坦丁堡, 立刻就引起军事坦丁堡内部的政变。 本来土耳其帝国传统上来讲是亲英反德的国家, 但德国舰队一开到的话, 内部的权力倾向就改变了, 亲德派一下就占了上风, 于是土耳其倒向德国去, 配合德国封锁达达尼亚海峡。 这件事情实际上最后就是送了沙皇的命。 因为沙皇一旦被封锁以后, 俄国90%以上的出口外贸都被卡在达达尼亚海峡, 进不了地中海了。 但是如果德国那两艘军舰就在地中海被皇家海军殲灭了, 那么土耳其人会不会加入德国这一方是很难说的。 因为土耳其或者像大清这样比较落后的国家来说, 没有先进武器的国家, 国内又有不止一个党派在争夺, 这时候如果哪一方突然得到强有力的外援支援的话, 那就能够马上打破国内政治平衡。 后来蒋介石在广州能够得到苏联武器, 一下子就打破了北洋军阀时代的权力平衡。 本来以前孙中山北伐的时候是始终打不出广州的, 一旦得到苏联支持,他就可以打出去了。 这就是一个显然的证据。 本来恩维尔帕夏和杰玛律帕夏这几个人是相持不下的。 德国舰队一来,恩维尔帕夏立刻就占了上风, 改变了土耳其的权力平衡。 可以说,国体还没有确定的后发国家, 国内的政治平衡都是很脆弱的。 朝鲜的开化党和师大党之间的平衡, 实际上也是由甲午战争打破的。 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的初期, 他的权力平衡也是不稳定的。 像最先掌权的,其实是伊藤博文那一派, 如果在伊藤博文他那派还能掌权的时候, 俄国人能够适当配合他一下的话, 那么日本后来的发展路线就截然不同了。 就是因为俄国人不配合, 伊藤一派走不通,外交上走不通, 内政上也就很难走通, 他也就跟着下台了。 在山县友鹏和贵太郎上台以后, 英日联盟的步骤就一步步打开。 最后等到英日联盟缔结以后, 日本的基本道路就被锁定了, 他必须得在外交和内政上都要学着英国, 跟着英国走,当英国的代理人。 在日俄战争, 辛亥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三个紧要关头上, 日本人在远东发挥的主要作用就是充当英国的代理人。 你也可以说是日本这个代理人当得相当老实, 他有机会占便宜的时候他都没有利用。 如果在辛亥革命的时候, 他当时采取分割东北的措施的话, 当时其实是没有人能拦住他的, 英国人也不一定会反对。 但他对英国人主持的国际体系是异常忠实的, 绝对不越雷迟一步。 而正因为这一点, 所以英国人也相当信任他。 这一点对日本国内的影响是什么呢? 就是最初在甲午战争以前, 本来很有希望在中日两国都获得政权的泛亚主义者, 在中日两国同时都失败了。 梁启超也好, 孙中山也好, 宋教人也好, 在大清这方面都是失败者, 在日本这方面呢, 曾登郡虎也好, 投山满也好, 玄阳舍也好, 内田梁平这些人也好, 也都变成了失败者。 这时候就面临着你是做现实主义者, 还是做理想主义者的问题。 如果你说, 东亚文化毕竟还是好, 我要做一个理想主义者, 你们虽然是讲现实的, 但我是要坚持我自己的理想, 那你就很难做官了, 因为你主张的政策跟内阁首相和大臣的政策不一致, 那么大臣是不会用你的。 要么你就改变你自己的立场, 你去配合现实主义。 所以就当时日本的国内气氛来说, 其实是理想主义者在野, 坚持泛亚主义的立场, 而现实主义者在朝, 实行轻英的外交政策。 比较现实的人, 像后来的首相桂太郎, 就改变了立场。 你去查桂太郎这个人的履历, 你就会发现, 他开始进入政坛的时候, 跟曾根郡虎, 内田梁平, 投山满他们那些人, 是一伙的, 他们都是镇亚社, 新亚社那些组织的创始成员, 他开始的时候也是主张泛亚主义的。 但是, 在官方这一层面, 泛亚主义的路线走不通。 日本走向轻英的路线的时候, 他自己也改变了路线, 不但改变路线, 还做得非常积极, 极力配合推动英日联盟的缔结, 所以最后, 他的后半生变成了英日联盟的积极支持者。 但是也有另外一些人, 像曾根郡虎, 宫崎涛天这些人, 他们是坚持原则的, 他们认为日本武士道就包括了只讲道义, 不讲事工这一个精神性的层面, 做不做官, 发不发财不重要, 坚持理想主义才是重要的。 那就是说, 至少在政府坚持英日联盟这一段时间内, 你这一派人就别想做官了。 他们在官场没有办法发展的结果, 就是建立了民间的革命团体。 民间的革命团体有两重意义。 用中国式的话来说, 那就叫做什么呢? 内征人权, 外征国权。 在国内内政上要做什么呢? 就是要反对当权派。 当权派的政策是, 一方面在经济发展上讲, 走官僚资本主义路线, 另一方面, 在外交上讲, 走轻音和配合欧洲列强的路线。 在他们看来, 这两者是不够理想主义的。 等于说是在外交上, 你跟英国人走, 就是帮助强者, 欺负弱者。 大家都是亚洲人, 都是黄种人, 而你却帮着白种人, 配合白种人, 当白种人的代理人。 这样做虽然是有实际利益的, 跟着大英帝国走有糖吃, 自己搞犯亚主义那是没糖吃的, 但是这样做是不高尚不光荣的。 另一方面在国内, 帮助富有的资本家, 把老百姓放在一边的这个政策。 在国际上, 你是帮着强者整弱者, 在国内上呢, 你是帮着有钱人整没钱人。 而天皇不是这么说的, 天皇是爱民如子的, 是穷人的救星和大靠山, 而你们跟着资本家走, 这难道是天皇的本意吗? 这绝对不是的, 这是天皇被奸臣蒙蔽了。 我们这些真正的忠臣, 绝不相信这是天皇的精神, 我们完全理解天皇的精神跟人民是一体的。 我们爱人民, 爱天皇, 就是不爱你们这些资本家。 在国际上, 我们要打倒你们跟欧洲人合作, 压迫黄种人的路线, 在国内我们要打倒你们跟资本家配合, 蒙蔽天皇, 压榨人民的这种反动路线。 这就是泛亚主义者在明治后期和大政前期的基本路线, 这是一条革命路线。 革命路线产生了早期的民权运动。 民权运动有一个著名的组织, 就是悬崖社。 大家对这个悬崖社改名以后的名字比较清楚, 悬崖社改名以后叫黑龙会。 但是, 悬崖社开始产生的时候, 它是自由民权运动的主力。 自由民权运动在国内和国外这两大领域采取实际上行不通, 但是含起来非常有诱惑力的理想主义的口号。 民权运动在日本国内宪法结构上的主要作用就是, 它最初发挥了有效的压力集团的作用, 把明治以后初期由派法和华族垄断的统治体系给打翻了, 迫使开放内阁, 局部的内阁进行让步, 局部的引入了一些议会政体的因素。 照伊藤博文的说法就是, 他对付这些民权派不断捣乱的做法就是, 只能藏身于滚龙之秀, 希望天皇下诏, 解散国会, 这样维持内阁本身。 但是天皇解散国会又重新选举, 自由民权派仍然能够得到相当大的选票, 这些选票仍然能使他们在国会中间给政府不停地捣乱。 最后的政策是进行让步, 这个让步在各国议会政治初期都出现过, 就是当权派让步, 容许政党组织分享一部分权力。 日本政党政治能够形成, 可以说自由民权运动是立了很大功劳的, 但是成功以后, 他们就开始分化了, 因为政权一旦开放, 就意味着原先的反对派可以通过议会补选, 你也有做官的希望了。 有了做官的希望, 就自然有人禁不住诱惑, 当初我们搞民主运动是为什么呢? 不就是为了我们也能做官吗? 现在他们让我们做官, 我们还闹什么呢? 我们直接被收买不是更好吗? 于是, 自由民权运动也就自动地分化组合了。 这个做法跟后来19世纪社会主义差不多, 等到社会党人有资格阻隔的时候, 那我们还要不要社会主义呢? 像米勒兰这种人就说, 只要能当上内阁大臣, 马克思不马克思的, 那可以放一边不管。 比较极端的话, 像列宁这些人就说, 你们是修正主义者, 工人阶级的叛徒, 打倒议会政治, 该死的清坛馆。 其实日本自由民权运动也是这样的, 比较现实主义那批人, 等于说是, 在经过体制改革以后, 就被体制收买了, 变成了体制的一部分。 而坚持不妥协的这部分, 其中就包括悬崖社, 他就觉得, 议会斗争不足以实现我们的理想, 我们要把暴力革命和议会斗争结合在一起, 于是就渐渐走向了暴力革命, 甚至恐怖主义的路线。 在欧洲, 魏宁他们这一派, 最后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分道扬镳, 就是因为这一点。 而悬崖社这个组织呢, 它在日本政治的生态位当中, 它跟其他的自由民权派组织的关系, 也就恰好是共产党人跟社会民主党人的关系。 社会民主党人是可以收买的, 进入体制, 而共产党人则是无法收买的, 他们要坚持在体制外闹革命。 体制外闹革命, 那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寻找革命的不弱环节的问题, 因为在日本国内的话, 他们是没法成功的。 以前自由民权运动之所以能够对政府形成有效压力, 是因为他们能够通过大选在议会中赢得大量的席位, 给伊藤博文这样的大臣制造很大的麻烦。 但自从伊藤博文采取开放政策的过程中间, 让自由民权派当中的现实主义者入革以后, 那就不一样了。 现实主义者一旦入了革以后, 剩下的理想主义者就变成极少数了。 因为自由民权派的大部分议员, 自己有希望阻隔以后, 他们自己就跑去当大臣去了。 你留在民间这些极少数的少数派, 就变成国会中的永久少数派, 像现在的日本共产党一样, 每一次国会选举你都可以拿几十个席位, 但是政府才不在乎你几十个席位, 他已经把几百个席位拿到手了, 你愿意当你的永久性反对派, 你就去当你的永久性反对派去吧, 我们才不管你们呢。 这样,他们就出现一个情况, 如果你只搞一会斗争的话, 那你就是万年反对派, 永远没希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自然会像列宁一样得出结论说, 必须把议会斗争和暴力斗争结合起来, 于是办法就是暗杀。 暗杀这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 日本加入二战, 跟激进分子的暗杀很有关系。 但这是不是二战才开始的, 玄阳社早在日俄战争以前就搞过暗杀活动, 像日本当时的文部大臣, 就是死在他们手里面的。 他们杀文部大臣, 就相当于教育部长, 什么原因呢? 这个原因, 我想现在的中国人很容易理解, 就是说, 你用西方那些走歪路的邪恶文化, 来毒害日本的青少年, 我们日本的国粹, 是什么什么样的? 你用西方那些教材, 来教育日本的青少年, 那么日本将来的青少年, 到底还是不是日本人呢? 你这样教育下去, 不是把他们都变成白种人的走狗吗? 我们这些理想主义者, 暂时失败不要紧, 但是我们是要争取下一代的, 你这样腐化青少年, 不杀你怎么行呢? 这是他们革命斗争的一部分, 在国内搞暗杀。 同时在国外呢, 他也要破坏日本的外交政策, 重点就是破坏薪酬合约以后, 日本追随英国, 对大清和亚洲大陆维持条约体系的政策。 他们采取的办法就是, 在大清和俄罗斯发动各种各样的革命活动。 他们的政策是解放全亚洲, 也就是说, 中国人、朝鲜人和日本人都要团结起来, 把压迫者赶走。 对于他们来说, 俄国人是压迫者, 越过黑龙江入侵我们, 我们要把他赶回黑龙江以北去。 所以他们把悬崖社改名为黑龙会, 这主要就是日俄战争前夜的刺激。 当时日本和俄国发生冲突的主要动机是什么呢? 把俄国人赶出满洲, 这个是一个民间的重大口号, 它既是日本革命党人的口号, 也是中国革命党人的口号。 同龙会当时还没有成立, 在东京的革命留学生当中, 采取第一个行动是什么呢? 组织巨俄义勇军把俄国人赶出黑龙江。 巨俄义勇军背后的支持者是谁? 悬崖社。 巨俄符合谁的利益呢? 首先符合日本的利益。 日本是反俄的主力, 只有日本人才能够真正把俄国人赶出黑龙江。 然后, 大清和日本官方联合起来, 把巨俄义勇军给解散了。 表面上看起来可能难以理解, 为什么日本这个组织对俄国不利, 现在还要解散这个组织? 其实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这个组织是日本内部的革命团体所主持的。 它表面上讲爱国主义, 但这个爱国主义, 矛头是直指日本政府的。 他们讲爱国主义, 就是说讲泛亚洲主义, 实际上就是说, 日本在朝的政府是欧洲人的奸细, 没有维护亚洲人的利益。 我们到民间发展, 维护亚洲人的利益, 搞国际主义团结, 就包括有推翻国内政府的企图。 所以, 日本人要先下手来镇压你。 这个道理也就像是, 国民党要镇压共产党组织的反日爱国运动一样。 不是说国民党跟日本的关系很好, 而是因为共产党搞反日运动, 其实就是想煽动民众, 说是国民党不爱国。 所以, 墨地表面上是对付日本人, 其实是对付国民党的。 悬崖社他们支持抗俄义勇军也是这样的, 表面上针对俄国, 其实是针对日本本国政府的。 而大清要镇压这些东西, 就是因为他们也看出来了, 这些人是革命的佩亚, 他们要把俄罗斯赶过黑龙江, 也必然地要把大清赶到长城以北, 这件事情是马上就会发生的。 因为大清和俄罗斯一样, 都是一个外来政权。 你搞了这套凡亚主义, 过不了多久就会发现, 俄罗斯人和满洲人、 蒙古人同样都是驱逐的对象。 凡亚主义者搞国际化经营最大的受益者, 就是孙中山和他的朋友。 孙中山搞的最初的起义, 惠州起义, 实际上就是内田良平和他的日本浪人在经营的。 现在我们历史教科书上只会说是早期的革命烈士, 做了些什么什么事情, 把他们背后的日本人全都抹去。 其实这一点非常危险而不公正。 因为坦率地说吧, 早期革命党当中最有实力, 最有行动能力那一部分, 恰好就是日本人。 中国士大夫有一个重大特点, 就是会写文章, 不会打仗, 也不会做事。 他们的办法就是, 像鲁迅很讽刺地描绘的那样, 徐希林被杀以后, 革命治世做了些什么呢? 他们坐下来喝酒, 肆无贼于下酒, 慷慨激昂地说了一阵子, 然后派日本浪人到中国去把徐希林的家属给接出来。 你不能够问一句, 他们喝了这么多酒, 说了这么多话以后, 他们为什么自己不去? 反而让日本人去。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日本人的行动能力比他们强。 日本浪人在孙中山的革命中扮演的是最核心的角色, 运送军火是他们, 运送消息是他们, 最可靠的也是他们。 孙中山在他背后有一个功旗滔天, 这一点都不是偶然的。 他们两人都是镇亚社的早期成员, 也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 没有日本人经济上的支持, 来回地奔走跑腿, 中国这些行动能力薄弱, 而且天生就相互猜忌的士大夫是不可能团结起来的。 不要说别的, 就连孙中山的新中会和黄兴的华兴会都很难团结起来。 他们之所以能够团结起来, 成立中国同盟会, 如果按照现在的历史教科书的话, 会把它描绘成跟井冈山会诗一样,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领袖朱总司令一起来到井冈山。 你看了这些记录以后, 根本就想象不到世界上还有共产国际这个东西存在。 你以为是共产党专业撒谎, 然后以为国民党的历史就是真的, 其实国民党一样的。 你看国民党记载的那些历史, 就会发现孙中山和黄兴这两位高峰亮节的革命领袖, 在东京相遇以后, 一见如故, 在不到三个月时间内就变成了生死与共的好朋友, 决定为了革命事业进一步发展, 把革命事业团结起来, 建立中国同盟会, 在团结的过程中, 有很多人不服孙中山作为革命先行者的领袖, 黄兴一波云天, 高峰亮节, 迫使他的支持者让步, 尽管华兴会在人数上占优势, 还是把孙中山给捧起来当领袖了, 你看了以后会觉得黄兴很伟大, 孙中山也伟大, 但是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孙中山是内田良亭的朋友, 黄兴也是内田良亭的朋友, 宋教人也是内田良亭的朋友, 他们三个人在彼此认识以前, 都拿了内田良亭的钱, 分别在两湖和广东已经搞过多次起义了, 但都失败了, 失败以后, 他们在大清混不下去, 都跑到日本来, 内田和黑龙会的人合计了一下, 觉得革命势力还是团结了才好, 于是就做了很多牵线的工作, 说服他们最好团结起来, 在牵线的初期, 他们谁也瞧不起谁, 广东人尤其是瞧不起两湖地区的人, 他们只认他们的广东老乡, 但是最后之所以能够达成协议, 关键问题在于, 钱是日本人出的, 如果日本人不出钱的话, 心中会和华欣会双方都要面临着, 马上混不下去的狼狈处境, 所以到最后还是日本人说话算话, 孙中山和黄欣热情拥抱以后, 决定大家团结起来, 日本人根据他们对封建主义的理解, 就是说, 孙中山再怎么说也是长辈, 所以长辈的话, 大家就认这个长辈当名义上的头领了, 但是你这个名义上的头领, 照封建主义的习惯来说, 并不是说你什么事情说了都算的, 做事情还是由底下的封臣去做, 中国同盟会之所以能够成立, 就是日本人整合与领导的结果, 这一点靠同盟会里的中国人成员, 是从来没有做到过的, 然后你再看看同盟会组成的名单, 妙处在于, 1905年同盟会创始人的名单中, 有一半是日本人, 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 举几个名字, 第一位, 内田良平, 第二位, 宫崎涛天, 第三位, 曾根俊虎, 第四位, 头山满, 剩下还有好多人, 就不用说了, 这些人在后来的中文历史书上, 如果在明治时代提到他们, 中国人就说他们是伟大的维新智识, 如果在辛亥前后提到他们, 他们就是中国革命的老朋友, 如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提到他们, 他们又变成了万恶的军国主义者, 侵略亚洲大陆的主要罪魁祸首, 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 然而, 不管你怎么改变他们的头衔, 都无法改变, 孙中山就是在这些人的保驾护航之下, 才最终成立了同盟会, 接下来就是辛亥革命了, 辛亥革命的故事, 我们都清楚, 革命爆发的当时, 孙中山还在美国, 他是怎么样得到消息的呢? 后来有很多说孙中山坏话的人, 说孙中山在洗盘子什么什么的, 后来是在报纸上看到消息的,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 孙中山可能确实是打过弓, 洗过盘子, 但是他不会说是愚蠢到非要到报纸上 登出消息以后, 才得到这些消息的, 因为有人负责给他通风报信, 这两个人的名字就叫做 投山满和内田良平, 还是前面说的那些 帮助他成立同盟会的日本人, 这两个人都是日本的重量级人物, 是他们两个首先把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通知孙中山的, 也是他们给孙中山买好船票, 送孙中山回国的, 孙中山一开始回国下船的时候, 是投山和在中国的日本人到码头去接他的, 当时武昌军政府那批人, 和南京临时餐议院那批人, 还根本没有把孙中山放在眼里, 首先接船的人是谁呢? 是黑龙会的人, 黑龙会到美国去通知孙中山, 再把孙中山接回中国, 然后再过了几十天, 孙中山才跟南京和武昌的革命党人接上头, 然后接下来才当上了临时政府的大总统, 然后你再研究一下临时政府的那份名单, 你就可以发现临时政府是由三元结果组成的, 第一张名单是内阁总长的名单, 你发现这里面也就只有陆军总长孙文是革命党方面的人, 大部分内阁阁员是立宪派或者地方士绅的人, 像浙江士绅、汤寿钱这些人, 可以说是在总长这一级别, 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革命党和立宪派的联合政府, 孙中山虽然是总统, 但是内阁成员大部分是立宪派的人, 但是你在看次长那一级, 你就会发现所有的次长全都是同盟会的人, 次长比部长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部长往往是根本不到岗的, 临时政府就是想借用一下部长的名义, 但是部长愿不愿意当这个官还很成问题,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地方上的大佬, 地位已经很高了, 他们愿意出面到临时政府当官, 那是他们给临时政府面子, 就好像说, 黎元洪愿意出任武昌军政府都督, 这就表明, 湖北的士绅和上层人物愿意支持革命, 如果他们不出来当官, 那就是一种麻烦了, 说明革命军只是一帮无名小辈, 上层人士不支持革命军, 那么革命政府能不能够维持下去就很成问题了, 所以黎元洪愿意给你面子出来当这个都督, 是革命党占便宜, 而不是黎元洪占便宜, 黎元洪本来就是上层人物, 他从你那里没什么便宜好占, 他出来以后, 革命军就吃了定心丸, 证明士绅阶级愿意支持你, 这里面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士绅阶级如果不支持你, 你的军费就没有着落, 所以这一点是尤其重要的事情, 立宪派愿不愿意支持孙文是很成问题的事情, 就算是愿意支持, 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流于形势, 他们往往是根本不到岗的, 民意上他接受了总长这个职务, 实际上他不一定倒不办事, 大小事务都是由次长主持的, 次长是同盟会的人, 他们才是真正负责的人, 还有第三集就是顾问, 孙中山开出的这个南京政府的顾问, 所有的顾问都是日本人, 而且全是黑龙会会员, 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头山和那田良平, 这些人在南京临时政府中的地位, 跟浪人在革命党中的地位是一模一样的, 他们隐藏在幕后, 替孙中山真正的来回奔走, 像那田、头山这种人, 替孙中山跑腿, 替他准备二次革命, 他们是孙中山真正最信任的人, 周边那些人, 用现在的术语来说, 是孙中山的统战物件, 只有日本人才是孙中山真正信任的人, 这时候, 辛亥革命胜利, 对于日本的泛亚主义者来说, 差不多就像是十月革命胜利对于欧洲社会党国际一样, 尽管他们的中心是在日本, 但是日本这个堡垒很坚固, 推翻日本政府是不容易的, 虽然他们把首相也都刺杀过了, 大臣也刺杀过了, 炸弹也扔过了, 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都已经干完了, 但是日本政府还是很稳固, 没有要马上倒台的样子, 但是大清, 像沙皇一样是很脆弱的, 他的政府一下子倒台了, 我们虽然在日本本国没有成功, 但是我们的革命兄弟已经在南京成功了, 无论如何, 这是革命势力的一个重大成就, 现在是大肆活动的时候了, 现在就是争取革命下一步成功的时候了, 新亥年的外交活动, 实际上就包含了两层, 一层是日本的现实主义者和既得利益者跟英国配合, 尽可能地维持东亚的现成秩序, 因为对于英国人来说, 东亚主要是有两个用处, 第一个是国际贸易, 英国是国际自由贸易的主要受益者, 也是国际自由贸易体系的主要维持者, 他不希望爆发规模太大, 太长期的战乱, 战乱损害贸易, 不符合英国的利益, 英国希望远东的形势尽快平息下来, 由大清当权, 还是由袁世凯当权, 还是由其他什么人当权, 英国人并不在乎, 但是有一个条件, 这个当权者必须是能够维持条约体系, 维持国际贸易, 维护英国利益的, 满足这些条件就行了, 但是孙中山是不符合这个条件的, 有一点很简单, 就是他一个钱也没有, 他没有办法实现维护国际贸易的这个任务, 袁世凯开始也不是一定能维持得住的, 北京的公使团在革命初期观望了很久, 看看到底是谁能够支持, 谁不能够支持, 各省的将领各自表态通电发了很久, 最后在英国公使朱尔典和袁世凯进行秘密谈判以后, 袁世凯放出风声, 谈判已经有了结果以后, 各省将领的态度马上就改变了, 段祺瑞那些人在袁世凯和朱尔典的联合公报发表以前, 还在通电说, 他们要誓死效忠大清, 通电发表以后, 他们就立刻表态, 要拥护袁世凯建立共和政体了, 南方的革命政府原先是给你许诺, 只要袁世凯愿意倒戈, 愿意像对付林元宏一样拥戴他, 但是袁世凯不为所动, 直到他跟英国人谈出了结果以后, 他才正式表示, 愿意接受南方提供的总统职位, 在这个过程中间, 等于说是英国人和国际体系起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 而日本呢, 日本官方的外交家是坚持要追随英国的, 因为日本在以前十年, 因为追随英国已经得到很大好处, 日本从小国变成了大国, 变成了东亚的领袖国家, 他们认为以后仍然要继续追随英国, 帮助英国维持远东秩序, 以前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 跟着英国人走是有糖吃的, 但是革命党人不是这种看法, 他们认为大清帝国就不应该存在, 第一, 日本在满洲出了这么多血, 大清倒台的时候, 我们应该把满洲搁过来归日本, 第二, 孙中山已经答应了, 孙中山在南京缺钱的时候, 已经跟日本人签了合约, 把满洲卖给日本, 让日本人再替他筹款, 这个是天作之和, 第三, 就是满清皇室的内部的宗社党, 也不高兴接受共和政体, 他们希望带着皇帝回老家去, 回到东北去, 恢复大清再多而滚入关以前的格局, 你们汉族人不要我们了, 行, 我们回老家行不行, 你们大明朝请我们进关以前, 我们就在关外, 关外又不是大明的地方, 我们回去还不行吗, 这就是他们当时的逻辑, 同时东北的将领, 像张作霖这些人, 在镇压了本地的革命党以后, 组织了东三省保安会, 他们也表示, 他们不肯接受南方人的统治, 希望皇帝能够回到热河或者沈阳, 在这种情况下, 日本政府的态度, 如果不是很坚定地跟随英国, 维护大清和他的继承者的领土完整, 很可能是大清这方面, 无论是皇室也好, 还是南方势力和北方势力的力量, 都会很高兴让大清沿着长城一分为二, 南方革命党建立中华民国, 而北方复辟大清帝国, 这个大清帝国肯定要接受日本的保护的, 日本人当时如果态度稍微冒进一下, 东北在这个历史关口, 就会落进日本人手里面了, 当时黑龙会, 内田良平, 头山满这些人是上蹿下跳, 极端热闹的, 像孙中山的部下, 戴季陶这种人, 是跟着日本人到处在东北和其他地方乱跑的, 你得注意革命党在东北本来没有什么太多势力, 孙中山的嫡系是广东人, 后来贡敬会那一批人是长江流域的人, 他为什么要去东北? 主要是因为日本在东北有势力, 他们是替日本人跑腿的, 想把东北分裂出来, 但是最后的结果, 大家已经知道了, 中日双方的革命制势在中国方面暂时成功, 但是在日本方面失败了, 日本政府最后坚定地决定追随英国, 他们一旦跟袁世凯达成了协定, 南方的革命党就没戏了, 孙中山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就是他没有钱, 自从惠州起义以来, 他的钱还是日本黑龙会那些人给他筹的那些钱, 按照孙中山自己的标准来说, 这已经是很大一笔钱了, 孙中山想捞到50万元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日本那些补育孙中山的泛亚主义者, 按照日本的标准来看, 他们是在野党, 也是穷鬼, 但是穷鬼比穷鬼也有更穷的, 在中国革命党人来看的话, 黑龙会就是很有钱的了, 同龙会如果得不到黑龙会, 动不动50万50万的点钱, 他简直当场就要饿死了, 更不要说是买武器来革命了, 他们就是靠黑龙会分出来的那点零钱给自己续命的, 但是日本人一旦跟列强达成协定, 尤其是成立了以威尔逊总统所鼓吹的六国银行家组成的银行团以后, 那就没有办法了, 因为政府出面鼓励的话, 日本的大银行家都决定要出这笔钱加入银行团, 这个银行团不是简单的事情, 就因为这是日本的政治人物和资本家都决定用日本的外交资源和财政资源来支持袁世凯的政府, 这个决定一出,孙中山就没戏可唱了, 二次革命是他在绝望中的一个挣扎, 可以说在他开始之前就是注定要失败的, 因为列强和国际资本主义都已经下定决心支援袁世凯了, 他唯一的支持者还是内田良平这些老朋友, 这些老朋友想尽办法在日本, 通过日本理想主义的募捐活动, 苦兮兮地给他送去了几万块钱, 没有这几万块钱的话, 他是没有办法买到第三师的, 连金普铁路这场仗他都没法打的, 但是这一仗很快就失败了, 二次革命的失败不仅是孙中山的失败, 它同时也意味着内田良平和日本泛亚主义者的重大失败, 这次失败不仅花光了他们的钱, 而且也使他们在日本政府和舆论内部都变得很不得人心, 变成了所谓的麻烦制造分子和捣乱分子, 日本政府对他们实行严格监视和严格控制的政策, 以至于1913年, 1914年以后的十年, 泛亚主义者在日本的政治活动进入了最低潮, 最低潮的一个重大表现就是,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日俄两国甚至达成了和平协定, 以瓜分东北势力范围为条件, 规定北满归俄罗斯, 而南满归日本, 关键不在于这个和平协定具体内容是怎么达成的, 关键就在于这个和平协定的达成在日本国内舆论来看, 就是英日同盟签署以来, 日本当局的进一步背叛, 日本当局彻底背叛了解放全亚洲的梦想, 不仅跟英国人达成协议, 英国人还好, 至少没有直接压迫亚洲人, 但是你跟俄罗斯人达成协议, 那就是绝对彻底的背叛了, 因为俄罗斯人是直接占领和压迫亚洲人的土地, 可以说日本人革命的初衷, 黑龙会成立的初衷, 就是为了把俄国人赶出满洲, 而日本人却主动跟俄国人签署协定, 把满洲送给了俄国人, 这对于日本的泛亚主义者来说, 是一个最终极的, 最伤心和最痛苦的背叛, 但他们已经没有办法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 就是日本泛亚主义者的最低潮, 而最低潮不是说它没有民间力量, 实际上日本在二战以前, 可以说是上层人士比较亲西方, 但是人数上不多, 民间上反西方的势力是很大的, 但是主要是因为在政治上行不通, 被压住了, 如果你在日本上层中去找, 有很多资本家, 特别是外交界人士和海军界人士, 是强烈亲西方的, 反西方的人也有, 但是暂时不占上风, 但在民间那个层次, 在野的那个层次, 如果搞公民投票的话, 那么反西方的是大多数, 如果当时日本实行普选制的话, 泛亚主义在普选中获胜是很有可能的, 但是当时日本不是普选制, 而是有产阶级选举制, 在上层人物当中, 泛亚主义的色彩就比较淡薄了, 这可以说是后发国家的一个常见现象, 你在俄罗斯和土耳其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 俄罗斯的贵族阶级讲法语, 把自己当作欧洲人, 而对农民和老百姓来说, 他们痛恨欧洲人, 觉得自己跟欧洲人不一样, 土耳其也是这样的, 上层的土耳其苏丹也好, 还是后来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也好, 还是凯末尔主义者也好, 他们尽可能地想把土耳其变成一个欧洲国家, 但是下层民众呢, 往往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 觉得我们跟基督教徒总是合不来的, 所以, 土耳其有一个很矛盾的现象, 西方欧盟要它实行民主, 但是实际上, 土耳其最亲欧的势力在国内非常反对民主, 他们支持军事政变, 因为一搞民主的话, 国内的伊斯兰势力就要上升, 搞民主, 一人一票投票的话, 伊斯兰主义者很可能依靠穷人的支持, 通过议会政治掌握政权, 像所谓的土耳其繁荣党其实就是这些人, 他们掌握了政权搞伊斯兰化搞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土耳其军队就会出来发动政变, 把这些民主的和伊斯兰的势力压下去, 重新恢复亲西方的路线, 土耳其在战后不断发生政变, 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少数上层人物通过反民主的手段维持西方的价值观, 而下层的伊斯兰分子通过民主的手段颠覆西方的价值观, 而恰恰西方就是支持民主的, 所以这个矛盾是没法解开的, 俄罗斯的情况其实跟日本的情况非常相似,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也是这样的, 黑龙会这批人提倡的国粹主义, 亚洲主义在民间是很有市场的, 但是在上层人物中间是提不上台面的, 比较现实主义的人都知道, 当今世界还是欧洲人的天下, 搞反欧洲是没有前途的, 一定要压住, 让这些人上台, 那就等于是让义和团上台, 对日本的国家利益有极大的危害, 但是这些人在民间活动的话, 老百姓还反倒是比较支持他们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日本国内的泛亚主义就处在这种情况下, 上层人士对他们越来越深恶痛绝, 尽力地压住他们, 但在民间他们还能够混得下去, 而这个时候, 他们自己处境都已经这么难堪了, 孙中山的处境当然是更难堪的了, 孙中山到二次革命以后, 他就逃到日本去, 逃到了日本后, 他的办法还是到处游说日本人, 大奖泛亚主义的好处, 希望日本来支持他, 但是支持者已经很少了, 而且全都是民间人士, 支持他的人自己在日本都是不受欢迎的人, 而日本上层的政治家把他们当瘟疫一样, 基本上是闭门不理, 怎么说也不肯理他, 他就是这样的, 在郁郁不得志的情况下, 混过了从1913年到1923年这悲惨的十年, 如果你翻查记载中国革命史的著作, 会认为这是中国革命失败的十年, 为什么会失败呢? 就是因为日本的当权派跟袁世凯和段祺瑞达成了协定, 他们决定支援北洋政府, 首先有善后大借款, 后来有西元借款, 这些都是日本精英阶级支持北洋政府的证据, 但是日本精英阶级不是无人无故地支援北洋政府, 他们是为了英国主持的国际秩序而支持北洋政府的, 他们希望日本人做国际秩序的优等生, 跟着英国走,通过合法途径给日本人争得地位, 因此他们不希望采取反西方的革命手段,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所以日本国内的泛亚主义者在明治维新以前还是声势浩大, 在这个时候却处于革命低潮, 变得抬不起头来, 正是因为日本的泛亚主义抬不起头来, 而日本的泛亚主义者保护和赡养的孙中山和中国革命党人, 也就跟着抬不起头来了, 孙中山在中国的失败和北洋政府在中国的胜利本质上讲, 是日本现实主义者战胜国内泛亚主义者的结果, 而日本现实主义者和亲西方派战胜国内泛亚主义者实际上又是国际关系演变中实力对比的体现, 它反映了日本人认清了国际形势, 决定不走反欧洲路线的结果, 但是这个格局只有在大英帝国的霸权能够维持的情况下才能维持,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大英帝国的霸权衰落了, 它开始采取系统的撤出远东的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和日本这两国原有的国际体系和国内体系都开始动摇, 在中国, 你可以说是晚清的政府, 就是1905年以后晚清的维新政府和北洋政府, 执行的都是维持国际体系的政策, 在日本, 英日同盟签署以后, 一直到918事变这段时间内, 日本的政策也是执行的是国际协调主义, 这两者是相互配合的, 段祺瑞和袁世凯能够在中国当权, 那就是碧原喜仲郎和贵太郎能够在日本当权的一个投影, 而国民党在中国的失势和投山满, 全养溢在日本的失势是一个镜像关系, 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但是英国人一旦撤出, 双方也就开始同时不老实了, 也就觉得是革命的新的机会开始出现了, 照日本主流历史学家的记载, 这个现象就是, 大正民主后期国粹主义和泛亚主义的抬头, 这方面, 一方面是因为从明治到大正, 日本的议会政治有了进一步发展, 也就是说, 明治时期, 政府可以用强硬手段压制反对派的这些活动, 但是当日本的民主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之后, 政府就无法这样做了, 不能用强制手段打压反对者, 就产生了一种类似土耳其的现象, 首先, 民主是一个西方的价值观, 日本扩大民主主要是为了配合西方, 讨好西方的措施, 但是扩大民主的结果, 恰好在民间为反西方势力的抬头创造了条件, 土耳其如果不搞民主的话, 可以说伊斯兰势力还出不来, 青年土耳其党和凯末尔主义者可以通过专制手段把他们压下去, 俄罗斯如果不搞民主的话, 布尔什维克也起不来, 沙皇政府和斯托雷平政府也可以用专制手段把社会党压下去, 但是一搞民主, 你就不可能再使用强制手段压制它, 它自动就起来了, 结果就是, 你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矛盾, 就是说, 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底蕴不是基督教西方的文化底蕴, 那它搞民主的结果很可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不民主, 你还可以实行亲西方的路线, 依靠少数精英人物, 上层人物搞小圈子的亲西方路线, 一搞民主, 那么民粹主义的反西方路线马上就会抬头, 中国, 俄罗斯, 土耳其和日本全都是这样, 大正民主产生了一个附带的效应, 就是使本来已经被压制下去的日本国粹主义者和泛亚主义者借助民主的城市重新抬头, 而在中国这方面, 国民党的抬头则是依靠它改换投机门庭的结果, 孙中山开始跟苏联接洽, 希望苏联给他日本所不能给的东西, 在他跟苏联谈判的初期, 他其实还是脚踏两只船的, 一方面他跟岳飞发表孙文岳飞宣言, 依靠苏联的支持打回广州, 建立广州革命政权, 另一方面, 他派李列军这些人到日本继续接洽, 在他北上,一生中最后一次活动, 到北京来参加西山会议这最后一次活动的途中, 他从上海掉头东渡到长崎, 在日本发表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重要演说, 这就是他著名的神户泛亚主义演说, 在这一次演说中间, 他最后一次向他在日本的朋友尊贞教导, 无论西方多么强大, 他们归根结底讲的是强权及功力, 王道政治是只有亚洲人才懂的, 他最后一次希望日本朋友们支持他, 不要忘记泛亚主义的理想, 但是这个演说基本上没有发挥作用, 不是说他的演讲搞得不好, 而是因为他在日本的朋友, 这时候都处在在野的状态下, 没有办法帮助他, 而他自己当时已经患了肝癌, 所以说他知道他自己的寿命不久了, 他已经等不到他的日本朋友重新掌权的那一天了, 在他人生中最后的一段时间里, 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 也许是三年, 但也许只有三个月, 他能够利用的也就是几个月到几年的时间, 在这个短时间内能够援助他的只有苏联人, 所以尽管李烈军、张继、胡汉民这些老党员都反对他联俄, 他还是在一生中的最后关头做出了联俄的决定, 联俄导致了国民党内部权力结构的迅速改变, 老一派的党员李烈军、张继、邹鲁这些人, 随着西山会议派, 随着廖仲凯案件后面的清洗, 退出了国民党的决策层, 蒋介石和汪精卫这一批新派, 也就是左派人士, 赶走了胡汉民和许崇志, 控制了广州革命政权, 他们依靠苏联的援助赶走了吴佩福, 通过北伐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和后来的国民党政权, 但是他们刚刚建立南京政权, 日本的政局又发生改变了, 他们期待已久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就是全养裔和昭和时代残留下来的泛亚主义者 终于成功地夺取了政权, 在1932年, 但是在1932年的时候, 为时已经太晚了, 这时候的国民党已经不再是孙中山时代的国民党, 他的立场已经不再是跟着日本老大哥打倒欧洲人对东亚的霸权了, 他的路线是跟苏联人联合起来, 把帝国主义赶出亚洲, 他的路线仍然是反地反西方的, 但是保护人已经由日本变成了苏联, 于是,改变立场的这个新国民党的势力, 和他们在东洋的老朋友的势力, 就在满洲发生了第一次严重的碰撞, 碰撞的结果就是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以后, 最初期, 事情之所以没有闹大, 就是因为双方的老一辈, 像胡汉民和全养裔这种人, 仍然还顾念着他们都是孙中山的朋友, 还希望能够用当年的老交情约束青年一代, 能够想办法不要把中日两国之间闹到彻底撕破脸, 因为双方本来都是革命同志, 好不容易双方都同时掌握了政权, 正是应该团结起来的时候, 如果这时候闹翻, 太不值得了, 但是年轻一代没有这方面的记忆, 蒋介石在赶走胡汉民以后, 肆无忌惮地, 在1935年左右接见了共产国际的特使, 这次接见的结果就是, 蒋介石放走了红军, 把红军放到西北去, 同时使达林同意支持蒋介石抗战, 另一方面, 日本方面, 年轻一派, 少壮派的革命制式根据北一辉的理论, 直截了当地暗杀了全养裔, 后来大家有一种误解, 就是认为30年代被日本激进分子暗杀的政治家, 都是好人和温和派, 如果他们掌权的话, 实际上日本不会走上战争的路线, 这句话有一部分正确, 一部分错误, 首先, 全养裔这个人是比较老成持重, 他不会像后来的日本人那样鲁莽, 但是他不是温和派, 他其实就是泛亚主义者的长老派, 元老派, 他跟后来发动战争的那些军国主义者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胡汉民跟蒋介石的关系, 胡汉民是孙中山那一代的人, 是老一代的人, 他们态度比较温和, 不愿意把事做绝, 而蒋介石是年轻一代的人, 孙中山跟日本打交道的时候, 他们屁都不是, 连周边都算不上, 所以根本就没有见过世面, 他们对日本没有什么特别感情, 全养裔也是这样的, 他们那一代老一辈的人对中国还有感情的, 他们还记得他们当时很想团结中国反对西方, 但是北一辉那些青年一代的人, 就没有这种感情了, 北一辉实际上就是一个日本的蒋介石, 他也是同盟会会员, 我们得注意, 三十年代的军国主义者当中, 有好多都是同盟会会员, 是1905年同盟会建立的时候, 为中国革命奔走的积极分子, 曾根俊虎是同盟会会员, 北一辉也是同盟会会员, 曾根俊虎是不大纯粹的, 他一方面跟同盟会打交道, 另一方面还加入了许多其他的组织, 但是北一辉是非常纯粹的, 他是同盟会的创始会员, 而且对同盟会一直是忠心耿耿的, 他后来转向撇开国民党的泛亚主义路线, 对中日两国的失和是有非常重要的指标作用的, 这个重要性很像是圣海州他们那一代人, 在甲午战争前夜最后抛弃了大清, 甚至转向暴力征服大清的路线, 是有非常类似的指标作用的, 但是这种指标作用并不是简单的180度转弯, 它还含有更深的含义, 实际上对北一辉这种人来说, 他们转向反华, 实际上是他们原来泛亚主义者的另一种体现, 征服中国是为了拯救中国, 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泛亚主义的早期是希望中日两国提携, 共同解放亚洲的, 但是事实上证明中国人是扶不起的阿斗, 没有办法, 这种情况下只有日本人给你带牢了, 帮助你, 扶一扶, 日本再不来扶的话, 你就要完全被俄国人征服了, 在他们看来, 蒋介石是孙中山的叛徒, 他背叛了泛亚主义者, 把国民党这个原来的革命战友送到了苏联人手上, 结果把黑龙会原先企图把俄国人赶出亚洲的整个战略完全破坏了, 如果听任他们继续搞下去的话, 那么整个亚洲都会变成苏联的天下, 后来日本人搞满洲国, 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就是说在他们看来, 只有满洲国才是亚洲反共势力的堡垒, 国民政府已经完全被苏联间谍劫持了, 如果让国民政府胡闹的话, 整个亚洲大陆完全赤化, 只是时间问题, 只有日本人成立了满洲国以后, 他才能够挡住共产主义南下的道路, 后来, 二战失败以后, 大东亚战争全史出版的时候, 日本还有一种看法, 各位现在可以去翻那本四卷本的 《大东亚战争全史》里面就有这样一句, 大致的意思是, 你们看, 现在我们说的毕竟是对的吧, 满洲国倒台以后, 共产主义浪潮不仅吞没了中国大陆, 而且一直冲到印度之那, 这难道不是证明我们当初 建立满洲国是完全正确的举动吗? 它的原话不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我没有办法把原话逐字逐句记住, 但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的。 从这句话, 你就可以看出满洲国成立的另外一面。 满洲国的成立, 后来大东亚共荣圈这个理论的提出, 从日本自身的思想脉络来说, 它不是一个戏剧性的转移, 它是从明治开始, 就一脉相承的解放亚洲的这个理论的直接继承。 就日本人内部来说, 这里面没有什么矛盾之处, 明治维新为的是什么呢? 不就是为了使亚洲和黄种人免遭欧洲人的奴役吗? 我们现在再不赶紧变法自强, 欧洲人就会把我们全部征服了。 那么日本变法自强以后, 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我们只讲现实主义的话, 我们就自己做一个黄皮肤的欧洲人, 不管亚洲大陆就行了。 但这样是不公平的, 因为我们在亚洲大陆的黄皮肤兄弟还在水深火热之中, 我们已经有了成功经验, 为什么不把日本的成功经验传递给他们呢? 只要你们也肯像我们一样搞明治维新, 你们也可以脱亚入欧的。 但是你们不肯搞, 你们自己这样不争气, 我们开始带你们带不动, 最后我们自己替你来。 这个逻辑是非常顺理成章的。 按照中国方面的记载, 就会搞成一个非常破碎的局面, 好像是日本人在明治维新时期统统变成好人了。 在辛亥革命的时候, 那是革命最忠实的朋友。 突然到太平洋战争的时候, 一下子就全变成坏人了。 而且最初那些好人, 一下子后来就会变成最坏的人。 这是非常矛盾的事情。 实际上呢, 日本人的现实主义者始终是主张倾向于英美的。 如果按照中国的史纲的话, 这些现实主义者在辛亥革命时期是坏人, 因为他们现实主义的追随诸尔典和大英帝国的结果就是, 帮助北洋政府来镇压国民党, 这就是现实主义在20年代的体现。 在30年代的体现是什么呢? 现实主义体现就是配合英美, 不要对中国发动战争。 所以, 按照中国革命史的这种错乱描述, 你就会发现, 同样一批现实主义者, 在20年代跟着英国人走, 镇压国民党, 他们就是坏人。 在30-40年代的时候, 又跟着英美走, 反对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 他们一下又变成好人了。 但是, 在日本的角度上来讲, 他们的立场始终没有变。 现实主义者就是支持最强的人, 英美始终是最强的。 现实主义者在20年代的时候支持英美, 因为英美当时是支持北洋政府维持远东贸易体系的, 所以当时英美是反革命的, 所以他们自己也跟着英美一起反革命。 在30-40年代的时候, 英美是反对日本过度扩张, 反对日本追随德国发动战争的, 于是他们继续追随英美, 这也使他们又好像站在政治正确的道路上。 你以为他们的立场变了? 其实他们的立场是一以贯之, 没有变的。 是中国在前后这两个阶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或者不如说是, 北洋时期的中国和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是两个敌对国家, 对北洋政府好的就是对国民政府坏的, 对国民政府好的就是对北洋政府坏的。 表面上看起来是日本的戏剧性改变立场, 实际上是前一个中国被后一个中国所取代了。 日本还是同一个日本, 日本的现实主义者还是英美的死党, 日本的理想主义者还是反英反美的死党, 但是前一个中国被后一个中国取代了, 前一个中国和后一个中国站在180度的对抗地位上。 把这个线索理清了, 你才能够真正理清中国革命史。 因为中国革命史实际上是一个俄罗斯套娃一样的结构, 它有很多层不同的谎言所笼罩。 第一层谎言就是共产党搞的那套共产主义革命的谎言, 你把这一层谎言揭掉以后并不是谎言的结束, 在这个谎言背后还有一层国民党编织的谎言。 有很多人在揭穿了共产主义的谎言之后, 发现共产党其实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一个颠覆势力后, 就会变成中华民国的信徒, 相信中华民国原先是存在的, 只是后来被共产国际和共产党颠覆了。 但事实是,中华民国只是这个俄罗斯套娃的第二层。 国民党是什么呢? 国民党跟日本泛亚主义者的关系, 跟共产党跟共产国际的关系是一模一样的。 如果你说, 共产国际是在苏联间谍的主持之下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广州革命政权是由苏联顾问组织起来的话, 你可以再去查查南京临时政府和同盟会, 然后你就会发现, 同盟会是由日本人组织起来的, 南京临时政府也是由日本顾问操纵的。 他们的性质跟广州国民政府和延安的共产党的性质是一模一样的。 要说谁是带路党, 他们都是带路党。 只不过日本这个带路党来得比较早一步, 然后他在被共产国际的第二批带路党推翻以后, 他可以理直气壮地说, 你们共产党是颠覆势力。 像蒋介石到台湾以后, 他就义正词严地说, 共产党是汉奸, 你们带着外国势力来颠覆了我们伟大的中华民国。 但是你仔细看一下蒋介石是怎么来的, 再看看孙中山是怎么来的, 你就可以很有理由地说, 孙中山和蒋介石是第一批带路党, 他们在日本泛亚主义者的领导之下, 推翻了大清帝国和袁世凯、 段祺瑞的中华民国, 然后才有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直到这个国民政府被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第二批带路党推翻了。 那么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中国呢? 这就很难说了, 袁世凯和段祺瑞算是中国吗? 或者说慈禧太后和摄政王, 他们算是中国吗? 这也不好说。 比较正确的答案是, 其实并没有中国。 中国是一个有待于发明和建构的概念。 以前,在中古时代, 可以说全世界都没有民族国家这种概念, 后来欧洲产生了民族国家, 然后其他国家才慢慢地学习欧洲, 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 土耳其帝国, 俄罗斯帝国, 波斯帝国和大清帝国, 他们是民族国家吗? 他们都不是, 他们需要解构以后重新建立新的民族国家。 但是,到底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民族国家, 就不好说了。 因为有许多种不同的路线, 日本人给他提供的这条路线是许多种路线中的一条, 共产国际给他提供的路线也是其中的一条, 同时还有另外许多路线, 这些路线在争夺这些原材料, 在这些原材料最终被塑造成型之前, 其实是没有中国的。 我们看到的近代史, 不是中国的历史, 而是许多种企图在中亚建立中国, 建立各种各样不同的中国, 或者其他什么共同体的历史的一个路径积分。 所以,你无论按照哪一派的观点去写历史, 写出来的历史都是充满着残缺和欺骗的。 可以说,他们每一个人所制造的历史, 从本质上来讲,都是神话。 他们希望建立一个符合他们理想的国家, 但是这只是众多可能存在的历史路径之一。 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间, 谁都没有完全实现自己的理想。 这个反复重建的过程塑造了近代东亚的历史。 后来,日本左派有一种观点说, 日本人在近代中国国家建构的过程中起了破坏性的作用, 因为他们阻止了国民党建立现代中国的企图。 但是,如果没有日本的干涉的话, 大清帝国和后来的北洋政府是不会垮台的, 国民党所要建立起来的这个中华民国是根本不会存在的。 而这也不仅仅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 俄罗斯帝国或者说是土耳其帝国、亚非拉的所有国家, 他们建立近代国家共同体的过程, 毫无例外的是在西方的刺激之下, 由本土的及少数亲西方的知识分子构想出来的。 在他建构的过程中, 所有的政治势力都在不同程度上, 依靠西方的或者是其他什么外来的力量, 建立他们最初的势力。 到底哪一个算是真正正统的东西? 这是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 我们只能说, 现有的这几种中国的革命史, 并不是中国的革命史或者中国人民的革命史, 因为他们在进行革命的当时, 既没有什么中国, 也没有中国人民, 只有一个地理上的中国。 当时也没有什么政治上的中国和东亚民族, 有的只是一批东亚大陆的居民。 国家和民族还处在建构的过程中间, 不是有了中国然后再有了中国革命, 而恰好相反, 是中国革命发明和创造了中国。 因为中国革命有好几种, 所以有几种不同的中国的概念在争夺同一个生态位。 这个背景才是我们所说的中国的真相, 但是由于这个过程一直到今天还在进行中, 还没有搞完, 所以故事的结局还没有真正出现。 中国很多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 你在讨论共同体内部的问题的时候, 你没有搞清楚什么是共同体内部的问题, 什么是共同体之间的问题, 所以产生出了很多假问题。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 像杨奎松他们许多人提出的问题, 为什么国民党和共产党不能够用民主的方式达成协议什么的, 他们怎么可能用民主的方式达成协议呢? 他们本身就代表了不同的共同体, 他们不像西方的各个政党一样, 是同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政治势力, 他们要建立的那个中国, 目前都还不存在, 他们在争夺这个建立中国的机会。 在建立了共同体之后, 才谈得上共同体内部有什么左派或者右派之间的区别。 在这之前, 他们等于是不同国家和不同路径之间的区别, 谈不上有什么共同体, 到底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共同体, 那就只有依靠斗争才能解决了。 例如像孙中山最初想建立的那个共同体, 他首先考虑的就是要将满洲和蒙古这样的一族势力赶出去, 然后跟日本和韩国团结起来。 不经过这个过程, 他所要设想的那个同质化的共同体不能建立。 而毛泽东那种共同体呢, 他必须把地主和资产阶级排斥出去以后, 才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共同体, 这样一个共同体才算是新中国。 这些共同体名字也许都叫中国, 但他预定的成员和结构是截然不同的。 在这些结构理清以前, 根本谈不上是内部的宪法结构或者是政策应该怎样制定的问题。 共同体塑造的问题必须优先于这些过程, 只有解决了共同体的塑造, 然后他们所考虑的这些问题才能够解决。 而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 本质上是一个国际政治的现象。 从思想层面上来讲, 它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民族国家共同体, 国民共同体的理想, 在法国大革命产生以后, 逐步地向东欧扩张, 向拉美扩张, 向全世界扩张的过程。 这个过程不是远东所特有的, 同样的过程瓦解了奥匈帝国, 瓦解了奥斯曼帝国, 瓦解了俄罗斯帝国, 瓦解了在美洲的西班牙帝国, 后来又瓦解了英法在亚非拉的殖民地, 最后又瓦解了苏联帝国, 这个过程仍然在进行中。 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讲, 那就是19世纪的自由主义和殖民主义 在瓦解以后, 三种新的秩序在争夺空间。 19世纪的自由主义和殖民主义体系 是以大英帝国为首, 以维也纳会议建立的国际体系为核心的一种体系, 它在欧洲实行势力均衡, 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实行殖民主义。 可以说, 晚清帝国和北洋政府都是这个国际体系的产物。 这个国际体系,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解体以后, 出现了三种竞争势力。 一种是苏联的共产国际, 要推翻原有的整个国际秩序, 用共产主义这种全世界共产主义大联盟来取而代之。 第二种是美国威尔逊主义所提倡的解散殖民主义, 所有个民族建立自由民主的民族国家, 然后这些自由民主的民族国家, 再通过国际联盟和联合国建立集体安全体制, 永远地避免战争。 这种国际体系实际上是美国在国联以后, 在冷战时期始终坚持的基本国际理想。 第三种主义, 就是日本人所提倡的那种泛亚主义。 从日本的角度来看, 孔子以后的远东文明是一个整体, 这个文明包括东亚的中国各王朝, 包括东北亚的满蒙各部族, 包括朝鲜、越南与日本, 它们是一个整体性的文明。 而日本是这个文明最年轻, 最有活力的成员。 当这个文明走向衰落, 即将被欧洲人征服和灭亡的时候, 日本人做了最后一次绝望的努力, 希望他们在日本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 反对欧洲。 但是由于蒋介石这种人的出卖, 以及共产国际的破坏, 他们最终失败了。 以后的日本已经别无选择了。 战后的日本已经不再有可能重振泛亚主义旗帜, 他只有死心塌地地脱亚入欧, 做一个黄皮肤的欧洲人, 选择的余地从此不复存在。 中国人认为, 中国人粉碎了日本人的侵略, 但是实际上, 从日本的角度来看, 中国人粉碎的, 是东亚个民族能够跟欧洲人平起平坐的最后一次机会。 以后这样的机会再也不存在了。 从中国内部的角度来看, 假定东亚是可以算作一体, 那么你就可以说, 明清这个天下国家的帝国体系, 在西方势力的侵入之下, 已经处在注定解体的过程中。 然后, 在秩序解体的过程中, 如何构建新秩序, 构建新共同体的几种路线, 在20世纪东亚的舞台上进行了争斗。 所谓的革命, 反革命, 或者其他所有政治斗争, 都要从这种秩序解体, 和秩序重建的路线斗争的格局之下, 才能够得到清楚的理解。 否则, 你所得到的一切印象, 谁是革命, 谁是反革命, 谁是对的, 谁是错的, 你得出来的一切印象, 都是高度扭曲和功利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